如果固定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遇故障 它还有可能在老司机的熟练操作下通过滑翔 并利用仅深一点的剁效安全的迫降 那么要是换成一架直升机 结果会怎么样呢 会不会像是一块石头那样直接就掉了下来 追击啦 追击啦 有没有救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答案是不会 接下来我要讲到的内容会比较硬核 所以可以先点赞关注转发之后调整好状态 我们再开始 让直升机在失去动力后 依然能够平稳降落的关键 是保持悬翼继续不停的稳定旋转 因为只要它在旋转 不论大小总能产生一定的升力 就像是固定一飞机滑翔时 机翼产生的升力虽然不大 但仍然能够让它安全降落一样 直升机的悬翼在这个时候 也起着相同的作用 但问题是发动机都已经当机了 哪来的动力让它继续保持旋转呢 有办法 那就是拿直升机的重力适能来换旋翼的动能 怎么做呢 两样东西很关键 离合器和可调讲具 当直升机的发动机运行正常时 它提供的动力会驱动旋翼旋转来推动空气 产生直升机所需要的升力以及推力 你可以把这个时候的它简单的想象成一台电风扇 正在向空中吹气 而当直升机的发动机突然失灵的时候 这台风扇失去了动力 于是停止了向空中吹气 直升机的高度也因此开始下降 风扇吹气变为气吹风扇了 它还能继续旋转吗 会的 前提是断开讲液同发动机之间的连接 让它能够像风车那样自由地转动 这就是通过离合器来实现的 实际上 当直升机的悬翼比发动机转得更快时 离合器就会自动断开两者之间的连接 因为通常这样的情况发生 都意味着发动机出现故障了 为了保证悬翼在发动机出现故障之后 进入自由旋转的状态 一种单向飞轮离合器被用在了直升机上 它的原理其实相当简单 在你登自行车的时候 就已经感受过它的美妙了 你看你往前登时 合脚带着轮子一起往前转 你不想登时对自行车来说 不就是发动机当机了吗 那就离 脚停了但轮子还能继续往前转 这个简直跟直升机上的离合器 是一模一样在工作的 好了 但接下来又有一个新问题 当初它朝一个方向旋转时 可以把风吹出去 而现在改成风吹回来了 不得把它吹来 向着与原先相反的方向旋转吗 这样一来 旋翼自然会被迫停下来 前面说好的保持旋翼稳定的旋转 的关键不就被破坏了吗 怎么办呢 幸好直升机的旋翼角度是可以调的 赚一点叫做可以调整的讲句 就像这样上下翻来翻去的 通过将原本向下的正讲句 转来向上扁为副讲句 就可以使直升机的旋翼 再从有动力的风扇模式 转变为无动力的风车模式时 始终保持一致的转向 大bug停车就被避免了 所以只要飞行员在失去动力的一瞬间 马上把旋翼朝副讲方向拉 并让直升机开始立即下降 旋翼就会跟啥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继续呼啦啦的朝着相同的方向旋转 然后这就算是自救成功了吗 还不够啊 你想当初旋翼之所以能够稳定的旋转 是因为它有发动机为它提供稳定的输出 而这个时候这个唯一的长量已经不存在了 旋翼的转速受到了太多因素的影响 空气密度 直升机的空速 直升机的下降速度 风速等等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 你既要让它自由 又要让它稳定 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 因为稳定就意味着可控 那如何让它可控呢 秘诀还是控制旋翼的讲句 我们都知道旋翼翼间的线速度呢 是远快于翼根的线速度的 因为在同一段时间里面 它们虽然转过了相同的角度 但由于半径不同 所以转过的圆弧长度是不一样的 那个就叫做线速度了 我们同时还知道 阻力是速度的函数 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速度越快 阻力也就越大 于是它们结合起来 就会对自由旋转的旋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说起来很奇怪 它们的影响就是 把这个时候的旋翼变得 既不完全是风车 也不完全是风扇 而是这两者的结合体 具体来讲 此时的旋翼实际上是被划分成了三个部分 靠近翼间的 大约占了旋翼30%的区域 叫做螺旋桨区域 它起到了相当于是风扇的作用 所以会与空气之间产生很大的阻力 拖慢旋翼的转速 往里面走的下一个区域叫做驱动区域 大约占了旋翼长度的45%左右 听名字就知道 这里才是产生旋翼 只有旋转起来所需要的利益的地方了 该区域所产生的总的气动力 是稍稍前景于旋翼的旋转轴的 所以能够持续的对旋翼进行加速 就相当于是一个风车 再往里走呢 剩下的这个大约25%的区域 叫做湿速区域 由于这部分的旋翼始终是在其最大的引脚 又叫做湿速脚以上运行 所以产生的阻力很大 同样也起着拖慢旋翼的作用 所以你看 螺旋桨区域和湿速区域在让旋翼减速 驱动区域在让旋翼加速 如果始终保持前两者与后者之间的力道平衡的话 旋翼的转速不就能一直稳定了吗 是的 关键的来了 由于这三个区域之间的大小比例 同时受到了直升机的下降速度 旋翼的转速和旋翼的讲具的影响 所以老司机只要根据这三者的关系 实时的对讲具做出调整 就能够维持住他们之间的平衡 让旋翼从失去发动机的动力开始 一直到安全降落前 在转速上都没有太大的起伏 重力士能就这样一路平滑的转变成了旋翼的动能 从而没有造成灾难性的破坏 这个听起来好像也太难了吧 但实际上是每一个直升机飞行员的必修课 它叫做熄火破驾 要是你航母玩得好的话 也是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的 好了 最后可能有朋友要问 如果发动机当机了 意味着违奖也失去动力了 那直升机有可能会在主旋翼产生的转举重下 自转起来 然后失去平衡一头摘下来吗 也不会哦 因为在旋翼自由旋转时 违奖的转子是跟主讲的转子连在一起的 所以航向控制其实是和正常飞行士没有两样的 直升机不会自转 好了 尽管今天要说的这件事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完 但为了让大家详细的了解其中的究竟 我还是啰嗦了好几分钟 既然你都已经看到这儿了 不三连支持一下 实在说不过去啊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 ** ** **